各位好朋友 我是立法委員林俊憲 現在台南 我現在在台南的歸人 就是我們台南的高鐵站的地方 在歸人上樓的中正六街 這條路是幾人 可以說點心店的一級戰區 幾條路都沒吃 所以在這個地方開店 很不容易 你的實力要非常堅強 特別啦 來介紹大家今天 這間叫做 Casifa 簡餐 簡餐有什麼好介紹的 但是一點都不簡單 那日本的簡餐店 可能就是跟朋友跟家人 其實是很輕鬆自然 可以用餐的地方 但是簡餐店 也可以吃到很不一樣 尤其是非常新鮮的食材 例如你如果要吃魚 它裡面的鮮魚特餐不得了 而且老闆又要釣魚 魚都要釣魚 每天會有什麼魚 你才看運氣 我老闆找到什麼 你就要釣魚人吃 類似這樣的非常新鮮在地的食材 讓這家簡餐店一點都不簡單 Casifa 簡餐店 我們歸人在地的議員 鄭嘉欣 嘉欣你好 謝謝委員 嗨 這是現在台南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嘉欣議員帶我來這個地方 這是你們貴人最老的嗎 貴人我最老的地方 而且這間簡餐店真的很特別 特別介紹委員來幫我們品嘗 聽說這是嘉欣議員 私人的最愛之餘 對 上次 我們就走進來看看 Casifa 簡餐店 到底有什麼不簡單的地方 來 現在台南 現在我們已經進來 Casifa 簡餐店的內裏 貴人現在越來越老了 除了說它是台南高鐵站的地方 高鐵特區 最近這樣情發展 就剛剛辦過台灣燈會 所以呢 各位人到底有什麼好玩好吃的 今天感謝嘉欣議員帶我來 這是老闆娘 老闆娘 妳好 妳好 應該是有妳的好朋友吧 對 我的朋友 吃東西吃到變好朋友 一般人對簡餐店 對 老闆娘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 可能期望值沒那麼高 還是這間聽說沒什麼一樣 他們的東西確實很有特色 有聽嗎 一樣的簡餐店 嘉欣跟我說要來簡餐店 我說簡餐店 有什麼好介紹 完全不一樣 非常的不簡單 我看完了 鮮魚 很少簡餐店說 有鮮魚特餐又變成店的招牌 聽說 老闆娘在中心 在中心 他都自己當床出去釣魚 然後都釣很大隻的魚 像這個就是很大隻的棉魚 所以如果要吃到什麼魚 每天都不一定 對 有時候是石斑 有時候是鱸魚 那個重點 老闆特別很會煎魚 反正是你看魚煎得很像 這樣燙燙 對 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要吃得好吃才香 所以要吃到什麼魚 要看老闆娘的手氣 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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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欸 跟著姐弟咧 好 我媽媽在小孩啦 對 對啊 我這很少人有糖培女 欸 你自己要煮嗎 對啊 這都很高 這小孩 好 爸爸對 然後小孩來 好 所以 這都吃到自己料理出來 所以 特別有不一樣的家庭風味 你說這個是什麼 這是 這個也是我們 這個藥膳 這個湯頭 有糖嗎 也是我自己用米酒 自己會做 湯頭我怎麼自己用出來 對 然後這魚 就是老闆釣的魚 去頭去尾 尾跟頭就做湯這樣子 做湯咧 等一下 我聞到一個很香的味 藥膳 藥膳 唉唷 這做湯最大 對啊 對 一般簡餐 大部分都是什麼 冷凍包 有沒有 這裡不是 Casipa 都是新鮮食產 而且你看 煉魚湯的湯頭料理 老闆都不放過 都要自己練出來 練單一般的把它練出來 我們這裡新來都要吃什麼 這個 這個三杯雞 三杯雞 三杯雞 這棒 嗯 全部都是新鮮 然後新鮮的 你看這樣一分 吃不吃 這個食材真的很棒 那個食材蛋 一兩分差不多都好了 對 還有一個湯 兩個小菜 還有一個甜點 你看這個也超好吃 我是特別選 這個議員要吃的東西 不然你看你的菜單 有很多的選擇 對 其中我最好奇的是 你竟然有漢堡 對 而且是自己手打的漢堡 牛肉跟豬肉 都是自己手打的 對 他們是手打的 所以我們要說 他們的食材真的很 而且那個醬也都是自己煮的 佩服 還有什麼 像是胡椒飯 胡椒飯 也都是我們自己特調的 你看看我這種 連胡椒都是 就是有一個很厲害的廚師的教文 就是我的媚婿 煙肉的人都很好煮的 對 很好煮的 所以三杯雞肉的三杯醬 這個也是自己煉出來 自己最煉的 但是連胡椒 胡椒也 我就沒聽過 這是什麼 顏烤松柏豬 又是顏烤的 顏烤松柏豬 就是它的味道比較偏向 那種燒烤店床 都像那種解餐電子的烤 其實選擇很多 但是今天都叫一些 一般人 店來比較出名 比較多人店 我這個大街米古的 我最愛吃 這個不要跟我唱 這個待會兒我吃 我不要吃牛肉 你不要吃牛肉 你看看 菜單這麼多 以前燒不夠還有燒不夠 對 冷點不倒 你愛吃什麼都誰做給你 這兩塊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 鍋燒一面 在台地在郭倫 做五鍋店做十八年 對 我們是連鎖品牌 對 辣醬 所以我們的湯頭 我們熬湯是專門的 國燒裡面的湯頭 酸硬就在這裡 對 你的湯頭你看 其中有辣的辣味 你說你這個辣椒有特別不一樣 這是我們麻辣火鍋的湯頭 這是龍骨火鍋的湯頭 麻辣火鍋是用 我們的大骨 純大骨 然後用麻辣的炒鍋的中藥 然後去熬出來的 我不應該吃雜糖 我應該今天幾個 幾個都要吃 因為我待會兒要吃辣 我還要吃什麼 這很棒 因為一般的麻辣火鍋是 我會去熬麻辣 吃澳門是從湯底就開始熬湯這樣子 這算是他們的特色質 你如果要吃辣味的 要吃辣味的 這味道極力推薦 那就是 濃郭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純大骨去熬 它到十個小時才熬得出這個湯頭 十天前 你拜託的 對 真的很用心 我說真的 你不用心也不行 現在人家 水還很減 這過年整個有 那個商業發展非常快 剛才加薪 你有一點地方的打拚 像外國人如果來 不僅可以吃上 在地的食材 燙 這也是一個特色 這個比較有洗一下 吃漢堡要享受 吃漢堡要享受 這兩個還要享受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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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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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食材很特別 10點半 這時候看我收到10點 到10點還可以點餐 晚上10點 這真的是很貼心 對 你如果晚上班 深夜食堂 可以讓人吃到這才好吃 你看看 台湖的伯母 我都叫這味道 對 我今天學他吃看看 因為我沒吃過那種 辣味的鍋燒韻麵 而且辣又不是添加辣椒粉 是你自己提煉出來 我先看 這個好吃 待會兒我吃一碗 這個真的很好吃 光湯頭就很好吃 我看你裡面有米什麼了解 我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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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到這麼多 這不是今天以來你才用這樣 沒有… 不敢這樣 我都一樣 你來就是咬到旁邊 這很豐富 這個豆腐 裡面還有我們招牌的麻辣豆腐 還有那個東西 這叫麻辣豆腐必定 這鍋裡你就吃得到 難怪他整天的這個地方 卡西娃是非常出名的 我吃到要喝一個特調飲料 他這裡有很多選擇 你買什麼 這杯真的很棒 麵茶奶 麵茶奶 麵茶我知道 麵茶奶 麵茶可以加碗嗎 還要做這個飲料 對 不要喝過了 麵茶奶 好 我吃一碗 你的麵茶很香 你喝過嗎 有 待會兒我們一人一杯 好 這個很好喝 少年你問一下 你怎麼喝就整杯喝了 好 這個很好喝 你很聰明 你怎麼喝就把麵茶加碗 老闆出去外面 然後剛有看到人家賣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找原料了 我找到鹿港老街的麵茶 是最有名的 麵茶 蒸到六江 你看看 難怪那麼香 這什麼呢 在鏡頭上 這個是旋風 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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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椰子 就像上面的那些 蒸裡 真的呢 這也是漂亮 這也是壯藥的 那一杯 古早的紅茶 古早的紅茶 好 前面叫什麼 你叫這個黃口綿魚 黃口綿魚 其實我們台灣人 很少吃到綿魚 市面上有通的很少 像我所知他們大陸都有在收工 對 剛才去你們家中了 老闆中了 老闆中了 我們還可以吃 我試試看 這隻有嗎 這隻有很少 還夠煎 這香很好吃 因為魚就是要煎肉焦焦 對 你快點煎我來吃 我看你沒什麼東西吃 快點 這是很好吃 我問一下你們家自己做的 是 我們老闆兩個自己做的 胡椒粉 當然很加分 要煎起來 很好吃 很好吃 這隻魚要有多應用 你知道嗎 這證明這些都是老闆自己 真的清新去燉 你們家這已經是專業了 他就很愛釣 根本就是已經吃起來了 這50幾斤怎麼拉不起來 慢慢拉 這個很厲害 這真的很不久 所以 這個卡西法 通常都三不五十 都吃得非常奇特的鮮魚 對 不一樣的 因為這沒人有 還有人這麼厲害 各位好朋友 今天很高興 今天來到我們台南的幾年 在我們鄭家欣議員的印章 來到我們的卡西法檢餐店 就在龜仁鬧區 你問人家就知道了 你看到這邊 中正六街 歸人 美食一條街 超級戰區 可以在這個地方 能夠開簡餐店 當然非常不容易 而且非常不簡單 我們今天吃到 看到了 很多非常有特色 這個餐飲 我們正前面要開始享受 非常感謝各位好朋友的收看 我們現在就要開動了 好 我們下次節目 現在台南 再見 拜拜 謝謝